而是,1月1日,這樣感覺好像又有點怪怪 因為如果你把這個資料放在資料庫裡面 資料庫好像沒有這個對應的欄位的那個形態 所以比較標準的作法應該是把它變成一個加個西元年吧 然後斜線1月1號這樣子,這個是比較標準的 一般性也會是這樣的要求 不過其實以那個大數據的角度來看 現在很多大數據都沒有 它就是因為很多地方沒有辦法match一般資料庫的規則 所以它會有一些大數據的處理 就是說它可能是在很多狀況下無法用資料庫來處理 才會有大數據這種處理的模式 所以大數據的處理需要很大的彈性 像剛剛的東西,如果今天有些user 他根本也沒有什麼受過資料庫的訓練 那你要叫他處理一個正確的資料是有問題的 但是他已經處理很長一段時間 你會發現很多台灣很多中小企業 他就用自己的方法在處理事情 所以你看到會傻眼 反正他也是寄下來 但是寄下來的東西就完完全之間 不是符合資料庫的規範 所以你要轉換到資料庫是有很大的問題 那這個時候其實用VBA來處理 就是會比較容易 因為VBA主要就是可以彈性比較大 而且很多地方隨時你只要匯得到eSale裡面就可以去處理 只要有規則 那比如說以這個地方來看的話 我們來看要怎麼樣把它變成像這個地方 假設剛剛那個東西你覺得不OK 那可是你要怎麼把它變成OK的方法 這個地方的話剛剛是輸出1月 不過這個地方 重點應該是在哪裡呢 重點應該是在這個1 因為下面2月的部分的話到這邊2月有沒有 它差別只有在月份的部分不同 其他的地方有沒有都一樣2005斜線 月份斜線那1的話是原來的1 就把它抓過來放進去而已 所以第二個方法就是如何把它改成什麼 標準的 這個地方的話 因為我剛剛看到各位 就是這個 輸出的結果好像覺得有點不太OK 所以好沒關係再改 好那怎麼改呢 首先請你把這一段程式 複製貼到底下 貼到底下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那上面傳給我們本來是 sheetsi.name 把這個地方改成A1就好了 因為呢 我們不需要它給我幾月 而是要給我什麼 給我1或2或3的這樣的訊息 那它丟給我之後的話呢 那我怎麼組成我要的結果 其他都不用改 只要改這一段 這一段裡面要改什麼呢 特別重要就是 2005 有沒有 開頭 斜線 and 幾月 就是哪一個 比如說它傳給我1的話 就放在這邊1 斜線 and 1 再一個斜線 and 什麼呢 後面原來的 處置 就是原來 i裡面的東西 串完之後再串到前面去 這應該沒問題吧 所以串接啦 串完之後 丟回去給它 好 OK 這個地方的話 那我們來試一下 舊的刪掉 把它清除掉 OK 再來的話 也是一樣這邊設中斷點 好 那直接 我是把原來的這一段 複製貼過來 改個名稱好了 當然 記得就是 要保留舊的 所以後面加一個 標準日期格式 其他都沒改 改了幾個地方 複製貼過來 改這個 改這個 等一下這一段 也會把它貼到原端上 好 那試一下這個地方 一樣 執行過 執行優標放這邊 裡面原來是數字嘛 那所以按F8 過來這裡 串接有沒有 2015 串過去 就會變成2015年的1月1號 1月2號 一直累推 全部先幫我修改了 改完換2月 再換3月 全部改完了 OK 就完成 那當然 這個是標準的做法 完成 那 可能會有同學問說 老師 那 好像一不做二不修 這個日期格式 一般我們公司 不太喜歡用這樣子 我們喜歡用民國年 而且 我們喜歡 像那個 入門班不是有做過一個是制定 裡面的日期 裡面的日期 還用什麼 中華民國力 用這個 然後 還有印象嗎 把它改成104點 不用斜線 比如說這邊的話 改成點 然後這個是 是MM 這個是什麼 DM 然後 DD 有印象嗎 然後 後面